不知今年的圣诞你有没有一种新的感觉呢? 愿意今年的圣诞节虽然这篇广章在十几年前都在这里讲过 不过我会加一些新的东西 这篇广章都能够成为你一篇新的提醒 愿意圣诞节特别第一个圣诞节的七个人物 他们对圣诞节的一些体会能够给我们一些提醒 第一位的人物就是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是玛丽亚的表姐伊丽莎伯的老公 即是他的表姐夫 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5节、第23节 特别很清楚地记载他的一些背景 很特别,路加福音第一章1-4节是一个序言 序言之后就一开始一劈头说这对夫妇 怎样说呢? 这对夫妇圣经说他们是异人 当然他们是亚伦的后裔、撒加利亚甚至是祭司 然后他们是遵行主的一切的戒命和礼仪 没有可指责的 不过有一个遗憾 遗憾就是他们没有儿子 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露卖了 当然你说没有儿子就没有儿子 有儿子也未必一定是好的 就算不结婚就不结婚 结婚也未必是好的 我不是说自己 基本上很重要 很简单 现在这个社会 不结婚没有儿子 有什么重要? 结婚没有儿子就没有儿子 不过在当时来说很不同 当时是一个农业的社会 是一个畜牧的社会 有儿子就变成了有生产的能力 不单如此 中国人以前也这么说 养儿防老直局就防击 以前没有那么多社会保障 有儿子或者有儿子 不是儿子 有儿子 有儿子的时候可以老来有些依靠 積谷可以防击 当然现在就不是 现在你的儿子可能连你挪谷也纳了 所以没什么所谓现在 但对当时来说是有些遗憾 不过他是異人 他是異人 接着大家知道这个故事 有一个神的侍者 后来说他的名字叫加伯烈 加伯烈又怎样呢? 加伯烈就向他显现 在哪里显现? 在圣殿里显现 为什么圣殿显现? 因为这位祭司 不是每个祭司都有机会 进去圣殿献祭 烧香 要抽签 有些做祭司一世都不能进去 而且进去圣殿的时候 是非常严肃的事 有些历史学家告诉他 让他知道祭司进去的时候 他的脚要绑住一条可以拉出来的绳 甚至一条带 因为谁知道他在圣殿里面 谁知道他守不守规矩 谁知道神会不会责备他 谁知道神会不会列路 还有一个拎拎 到时到后拎拎 如果不拎拎的时候 死鬼组在里面 要拉出来 是很严肃的事 很严肃的事 哇 在这么严肃的环境里面 这位二人 突然间有一个神的使者 来向他显现 向他显现的时候 告诉他 你祈祷得蒙谁听 什么谁听 你快要有三个儿子 叫若翰 然后他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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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第一个反应是说 哎呀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年多老了 喂 有什么不同啊 这个反应 这是事实的陈述 是老啊 那不仅是我老 我老婆也老了 你现在说这些话给他知道 你早二十年 早三十年说给他知道 那就没问题 现在你说给他知道 什么意思啊 哈 加白烈呢 就怎么说 他说 我将好信息报给你 到了时候 只因你不信 你必阿爸不能说话 直到这事成就你 哇 这样也行 当然 神赐汗来心的 当然知道他有些不信 甚至不耻 甚至暗详也未定 不过严厉一点 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记载呢 所谓barren woman motif 其实在旧约里面 这个撒母尔的妈妈也是这样的 是不是 这个阿伯拉罕的老婆 撒拉也是这样的 也有些这样的 甚至没有笑过吗 不信吗 阿伯拉罕也不太信 为什么这么严厉 要不要这么严厉 是不是 接着向这个玛利亚 这个报信的时候 同样是什么 好像对玛利亚也没有那么严厉 当然你说玛利亚 可能他心里面 应该心里面 对神的信心一定比 这个撒加利亚强 所以有点点的比较 路加福音对女性的描写 就特别是有些细致细利 甚至有些 不要说偏颇 他特别是从路加的神乐里面 对女性的描写有些不同 但无论怎样也好 要不要这么严厉 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 其实如果你看他第一章第五节 和这里的比较 他是二人无可指责 但这里因为他不信 甚至少少 不信就不信 没什么小信 或者小小 或者大大 因为他有不信 所以就是他不能够说话 最多久 十个月 淮胎十月 十个月 当然 对某些夫妇来说 我不是说自己 对某些夫妇来说 这是一个新的宗教 一个新的宗教的比较 上面提到行为 疑人 他的疑是为什么疑呢 因为他是遵照神的命令 但是这里因为他少少的不信 甚至他的不信 他就被惩罚 你说严不严厉呢 其实是想突显这件事 是突显一种新的宗教的来 那个宗教的来临 耶稣基督在第一个圣诞节降临的时候 告诉他 恩信称义的道理 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提醒呢 在当时撒加利亚 人生的高峰 做祭司 做到一个地步 可以进去烧香 人生的高峰 好像打球那样 叫做MVP MVP MVP 今天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对这个新的宗教 我们对这个历久常身的宗教 对这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成就救恩 而我们只要恩信 而可以清义的宗教 我们有什么回应呢 我们有没有这个Head 我们有没有对神的话语的追求 直入式广告 大家稍后准备 最好填一填这个 感恩我们要好好追求 在新的一年里面 来看多些神的话语 我们的Vision 我们的手里面 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做神的旨意 以至我们的心 能不能够有一个熟灵的热神呢 好了第二位 第二位当然要说他的太太 伊利沙伯 对伊利沙伯来说 一个新的圣诞 或者第一个圣诞 给他一个新的专业 刚才也说过了 他们两位年纪老 年纪老没问题 人当然会老 但是有一个遗憾 遗憾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儿子 没有十分儿子 没有十分儿子 但是因为他需要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生 需要有一个先锋 所以他的儿子可以成为耶稣基督 原本人生对他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盼望 人生对他来说 已经是 哎呀 常常参加别人那些 就是叫做什么 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 baby shower 或者是不是 参加别人 哎呀哎呀 我的女儿又生了个儿子 我的儿子又生了另外一个 你来什么 特别如果他当时 他参加这些聚会的时候 你觉得他心里面怎么想呢 可能心里面有一种酸流流的感觉 就算人家不是特别的来笑他 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些遗憾 当然现在就不是 但是他当时有一些遗憾都没有 在这个遗憾里面 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用 可能觉得自己不能够为夫家 或者为奶奶 或者为他的老公 可以来到纳后 或者可以来到去生后子 但是对他来说 新的圣诞 耶稣基督的降生 或者这个圣诞节 是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给他一种新的转变 尊严 他很清楚知道 神没有因为我 有没有用 我能不能够productive 或者怎样才爱我 我们有用是因为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给我们一个新的尊严 求神帮助我们 叫我们在这个圣诞节 来看到 今天无论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 人怎么看我们 社会怎么来标签我们 或者别人怎么来 对不起我这么说 看小我们 我们都知道 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尊严 好了 说到玛利亚 对玛利亚来说 她是怎么样 当然我以前在天教学读书 自小对玛利亚也有一个看法 我们当然天主教的人很尊重玛利亚 尊重到一个地步 就认为她是无缘罪的 尊重到一个地步 认为她是同精女 她是同精女 不单是生了耶稣也是同精女 之后嫁了同精女 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当然圣经里面很清楚说 耶稣是有这个兄弟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不是很对的 甚至她的地步就是 Emmaculate Conception之后 更加有一个 assumption 她是升天的 好像耶稣那样 所以无可否认 天主教对玛利亚的尊重 似乎已经过了界了 当然我们也很尊重玛利亚 但当时的玛利亚 第一个圣诞节对她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呢 她的人生最重要的倚靠就是她老公 圣经记载她英文用一个字叫betrouve 许配就不单是用英文engage的字 不单是跟他约失定了分 更加已经许配了她了 许配的字如果用中国人的风作来看的时候 就是已经过了大礼了 不单是定了分 定了分都可以解除 定分而已 过大礼就已经深一步了 当然现在结了分都可以随时 结了分都可以离分 但基本上定了分 许配了 就已经差不多是未入门的媳妇 未入门的太太 而她对 约失对她来说 是一个不敢说的唯一 但一个很重要的倚靠 但是加伯烈 一看到她不要惧怕 蒙大恩的女子 两次提到她是蒙恩 然后有好几次的经文 给她看到 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记载好几件事 第一件事 她说 至高者的能力要任被你 因为因此要所生的聖者必称为神的原子 然后提到我的玛利亚说 我为主的侍女情愿 照你的话来成就在我的身上 然后天使又跟她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任被你 大家都知道 香港最近很多所谓 当然不同的人对她有不同的称呼 有些是暴乱者 有些是示威者 有些是争取自由者 无论如何叫她也好 她们有五大的诉求 所以很多时候 你都看到她们举起她的手指 说五大的诉求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看到第一个圣诞 对这个的玛利亚有五大的恩情 两次提到你是蒙大恩 然后刚才说过 她说到神的话语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 然后说到耶和华的灵高纳她 然后三次玛利亚说到她是惊奇 然后是思想 然后不断地来想反复思想 在这里在西面见她的时候 在牧羊人来拜访耶稣的时候 反复来思想 用她这个思考的恩赐 然后当然结出美好的果子 求神帮助我们 叫我们来到 无论是站在政治哪个光谱的那边也好 或者哪个政治光谱的一端也好 或者在中间游离也好 我们这五大的恩情 在新的一个圣诞节里面 在今年的新的一个年度里面 在这个我们追求的方面 我们缺一不和 到了这个约室 对约室来说 圣经里面特别 在马帝福音有一句说话很特别 怎么说呢 她又是一个义人 怎样义法呢 撒加尼做义人就是遵守耶和华的规条 耶和华的典章 她是义人 她义人是怎样呢 圣经说 她丈夫若失事的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 想暗暗地把她优了 你可以配给我的 现在你讲个故事给我听 加百年跟你说 圣灵叫怀孕 你当我傻瓜 有这样的东西吗 圣经里面 在旧约里面 没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没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说圣灵怀孕 你真是一个新的突破 不过不知道会不会 你跟谁跟谁跟谁 什么什么什么 现在就当我傻子 什么什么什么 当然是这样的 一般人都会这样的反应 但是她是义人 不想明明地羞辱她 所以暗暗地把她优了就算了 挺好的 这是义人 一般来说 已经超越了一个 有一个就来做她妻子的一个丈夫的一个应该有的行动 就是义人 暗暗地把你幽妙中想怎样 但是使者向她显然 圣经马帝福音没有说过使者是谁 是不是加百年也不知道 另外一个人不知道 不过加百年也不知道会那么忙 就没有去 我不知道 圣经里没有很清楚说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马帝不说 又或者是否马帝没有 就不知道 不过圣经里没有说这个使者是谁 只是说的是使者 不过无论谁也好 这个使者给她一个提议 而这个提议就叫她有一个新的反应 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反应呢 在过往十几年里面我见过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他们也有时讲见证 有两位都很不同 一位就成绩 就是旧时的成绩 读书的成绩很好 一位就一样 但是两个都对神给他们的calling 神给他们一些提醒提议有不同的反应 另一位成绩不是那么好的这么说 他见证的时候他说会考成绩强差人意 个个介绍基督教给我认识 我开始回教会 之后学习侍奉 甚至参加福音话剧团 海外短孙家庭有很多变故 但是从神那里得到医治 之后再考会考 取得富学士学位 亦接受神学装备 有机会上福音船 开始对宣教有负担 然后他说了十六个字 他说自知有限 但是主因无限 欢恩感恩 跟随主因 哎呀我觉得很有意思 中文也挺好 另外这位读得很好 读到一个地步 现在在苏格兰读博士 曾经在澳洲英国香港接受高等教育 是感化学生接纳自己 我教师是无能为力的 我亦有机会参加不同的短孙体验 最近在一个孙教士的安息礼拜 看到他的师母 我想安慰那个师母 但反而这位师母安慰他 他说你要努力 你要读神学 又是十六个字 早点顺服就早点舒服 见步行步行步行步 见步 一个新的反应 顶姊妹在新的一年里 在这个圣诞节里 你有没有新的反应呢 第五班日 或者第五种日 就是牧羊日 《路加坊》第八章 第二章第八至二十节 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幸遇的人 有时你都会问 为什么要选牧羊人 来宣告这个信息 为什么要选牧羊人 不是第一批人去见耶稣呢 为什么呢 他们在夜间按着庚次来看守 没有按着庚次 在夜间来看守羊群 为什么要选牧羊人呢 如果是一些的 牧匠 这个约室是认识的 这些是同事 那就很自然 但是为什么是牧羊人呢 这个约室又不是牧羊人 如果是伊利沙伯 或者是撒加利亚 来探访他们 他们又很自然 家人或亲戚来探访 为什么是牧羊人呢 牧羊人当然 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大牧羊人 而且耶稣的祖先 耶稣的祖先大牧都是牧羊出身的 所以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牧羊人在当时的身份不是那么高 不知为什么 有些职业在当时 连法庭里来做正人都不行 牧羊人是其中一种 为什么牧羊人呢 当然有些解释就是 哎呀你看看牧羊人 是在夜晚放羊 在夜晚放羊 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呢 在夜晚放羊 在夜晚放羊 在夜晚睡觉的时候 那些羊都睡觉 有些解释的是 在当时 甚至现在 11和12月 是一个下雨季节 那些草在夜晚更好吃 对羊更有营养 所以会不会 是有少少 提出这样 来间接 证明可能圣诞节 在12月也未定 当然这也是一个推测 也未必是那么重要 不过无论如何 为什么是牧羊人呢 有人有另一种解释 这种解释就是 牧羊人在哪里放羊 在巴利行 巴利行来耶路撒冷 不是太远 他们放羊 会不会也有机会 成为圣殿里献制的羊 换句话说 这群牧羊人有时都会去圣殿 所以跟着看的人物 这个西面 跟着看的人物 阿拿 他们好像在圣殿第八日 看到耶稣被带到行国礼的时候 他们好像不是太惊奇 会不会这些牧羊人 就是将到的消息 不单指告诉他的亲朋戚友 更加大的消息 去到圣殿那里 让这些人知道都未定 当然这也无法稽限 不过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牧羊人 原本只是看守羊 原本只有一个普通的职责 甚至是day in and day out 没有什么思想的职责 当然是他银食的职责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当到第一个圣诞节来的时候 他们多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职责 一个无与伦比的责任 就是将到这个圣诞节的信息 耶稣基督的降生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欺责的人 一个美丽的述色来传扬 接着第六位 西面 勞加福音第二章 二十五到三十五节 一段我自己都很喜欢的经文 大家可以一起揭去 我读给大家听 勞加福音第二章 二十五到三十五节 再耶路撒一个人名叫西面者 又公义又虔诚 苏常盼望以此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得得了圣灵的启示 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 进入圣念证 遇见耶稣的父母普着孩子 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扮你 西面就用手接他来 清重神说 主呀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牧人安热去世 因为我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歌 又是李文以色列的荣耀 孩子的父母因者论耶稣的话就稀奇 当然正如我刚才说的 玛利亚三次的稀奇 三次的反复思想 三次的差异 这是第三次 他差异什么呢 有些什么西面说的是他没有听过的 没有心里面是那个加伯烈和他提过的 没有在他十月怀胎的时候 当然圣经里没有说他是不是十月怀胎 圣灵的怀孕是否十月都不知道 在他怀孕的时候 理论上应该是 当然有很多神后的讨论 究竟他是怎样怀胎法 究竟他怀胎的时候是否一个自然的怀胎法 因为不是自然 即是一个 不要说多了 突然间进入另一个讨论 但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在过程当中 他一定不断思想很多事情 究竟我这个圣灵怀孕究竟他是什么 他是尼赛亚 究竟他怎样来做 怎样来成就救恩 我相信前面所说的一切 其实他也明白 他也知道 但有一句说话 这位在拿撒勒小城里一个小人物 一个老实说 都不是一个很有大体 或者很有扩阔的心胸的一位女士 当然他的信心很大 但他的眼光未必很大 但他一听到以色这个是外邦人的一个纲的时候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对他们很重要的信息 所以他要反复思想 不过更重要的看回西面 对西面来说 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一生的盼望 是素尚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现在圣灵告诉他 或者圣灵透过一些牧羊人告诉他 或者圣灵直接告诉他 然后他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 对他来说一个新的肯定 他可以安然的去世 可能好像我这样已经登了六或者那六五了 又或者那七十了 或者那八十了或者五十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心里有一个肯定 我们可以安然的去世 几个礼拜前 我有机会在WhatsApp里面看到一个信息 一个我的见到时候 一个同学 也有一个同事 他就传了一个这样的WhatsApp 给我 用英文写 他说 I am 66 yesterday 我心想 你六岁就六岁 告诉他做什么 我会送礼物给你 不过大家同学 当然也要客气一点 我送信息给他 英文说 Good for you Happy Birthday and many more years to come 想着就算了 然后他跟着说 他说 用中文写 他用中文写 年纪大了 不过要行得 食得 讲得 什么都得 才行 我又想着也对 说得挺好 我又还回WhatsApp给他 其实也不应该这样写 别人生日 你不要写这样的东西 还要到时到后要死 不要妨礙地球转 他在美国 他再回WhatsApp 说得挺好 他说最好睡觉时见面 见主面最好 不用担心医疗保险 弟兄姊妹 我们是否到时到后 可以好像西面 因为我见到素尚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 终于来到 我们有没有这个肯定 如果我们未信主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个肯定 今天 是否知道以色列的安慰者 已经可以在你的心里来居住 当然已经信了主的 我们更加有一个肯定 不仅是一个肯定 甚至有一个肯定 他写这个阿拿的时候 他怎么写呢 他又有女仙之名 叫阿拿士阿舌之派 法内里的女儿 没问题 这个 年纪已经老迈 又老迈 刚才那个圣诞老人 这个圣诞老女 年纪老迈 从着同女出嫁的时候 同丈夫住了七年 就寡居了 现在已经八十四岁了 很特别 他西面没有说西面多少岁 女人要说人多少岁 你真是犯了 这样子 不过他是医生 可能他特别关心这件事 他寡居已经八十四岁 如果他二十岁出嫁 其实已经对当时的女士来说 已经是年纪大出嫁 他七年二十七岁死老公 八十四岁减二十七五十七 五十七年寡居 但他寡居的时候 并不离开圣殿金色祈求 昼夜侍奉神 正当那时他进前来 清借神将孩子的事都在一起 盼望也得救熟的人 但说说似乎他唯一一个目的 虽然丈夫已经不在 最低限度五十多年都没有丈夫 但他只有一个目的 目的就是将到那个救熟 现在新的第一个圣诞节 对他来说就是将他的救熟 全港得最完全最积极的时候 弟兄姊妹今天圣诞节 你对救熟的传扬是 几个星期前 一个星期二晚 有人约了我 过去对面吃晚饭 不要告诉你去哪里吃 不要让你以为很便宜 那我们聊一会 突然间有一对夫妇走进来 说了名字也不怕 以前他也要回来我们教会 现在去了他弟弟的教会 就是Margaret 即梁太太的女儿 即梁刚牧师的姐姐 他跟他老公进来 哎呀我一见到他的时候 哎呀过来坐下坐下坐下 哎呀那我就跟Margaret这样说 哎呀Margaret很久没有见你啊 哎呀你去哪里啊 然后我跟着我说 梁太太过身的时候 梁太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老人家 好像今年过身 没有记错 梁太太过身的时候 我在香港没有机会来到去 参与他的丧礼 梁太太那时候也唯有祈祷 我都有一点点很挂念他 哎呀你猜他怎么说 他说陈牧师 是啊 妈妈过身的时候 最生气的说话 你知不知道说什么 最挂念的就是指着他老公 然后就说 就是最挂念他 说所有人都信主 只是他还没信主 哎呀我立刻起床走过去 我说是谁 哎呀那你要信主 而对Margaret说 好好了 他现在愿意跟我去这个福音乐曲团体 有时甚至一起去 一起参与 我说是感恩 你只会在你年纪大的时候 在你年纪老迈的时候 你不像阿娜那样 你不像梁太那样 记挂的都是别人的救赎 今年的圣诞节 有什么新意呢 我们低头祈祷 七日天父来到你面前 很感谢你 你让我们在圣诞节里继续来思想 第一个圣诞的意义 求你继续带领我们 祈祷奉着耶稣基督圣明 我们下期再见